一、兄弟连 这是斯皮尔伯格和汤姆汉克斯 既拯救大兵瑞恩后再度合作 共同推出的造价 1.2亿美元二战故事电视连续剧 速谈来自斯蒂芬·安波罗斯 根据深入访谈 老兵家书及研究写成的回忆录 该剧被普遍认为是描写 二战电视剧中的最优秀作品 2.权力的游戏 这是一部中世纪 实施奇幻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是以美国作家乔治·R.R.马丁的 奇幻剧作《冰与火之歌》 7部曲为基础改编创作 3.火线 这是一部刻画巴尔地魔贩毒集团 与警戒较量的黑色剧集 美国时代中刊将其评为 2006年10家电视剧榜首 《I am baby》排名第一的美剧 被誉为美剧中的神作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视剧 美剧中的莎士比亚 英火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剧 比纪录片还真实的美剧 4.萤火虫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世界 此时人类对于太空的勘探 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梅尔是太空船宁静号的船长 每一日梅尔都驾驶着他的家 穿梭在浩汉的宇宙之中 宁静号拥有九名乘客 涉九人地位悬殊 个性迥异 每一个人都有着一段不可告人的灰暗往事 而他们脱离陆地登上宁静号 亦有着各自不同的理由 九人唯一的共同点在于 他们都是地上世界中的刺头 为了维持生机 宁静号接纳一切能够赚钱的任务 其中甚至有些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合法 与此同时梅尔船长既要带领他的船员们 是法逃脱联邦政府的追踪服务 实际按照圣经初埃及记的记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